好 那我們這個現在已經快12點了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今天的第二片日記 這個我們這個弟弟啊 現在變得越來越難搞了 為什麼越來越難搞呢 因為他現在一定要陪玩 那晚上不到12點之前睡不著覺 那現在基本上你看他的脖子非常的堅固 所以他現在可以這樣抱 不過手還是要在後面稍微的這個直升他一下 好我們現在先試驗一下 我們把他這個降落在這個地方 在沒有抱的情況之下呢 基本上他很快就崩潰了 他會先從身體動的動作開始 Focus壓他臉 這個這種呼聲啊 閉上眼睛 然後這種呼聲 沒有眼淚 這代表說他就要跑抱 看到沒有 還會睜開眼睛看一下 然後抱你 現在呢 你看喔 他這個就是很愛玩 所以你把它拿起來 這樣子喔 有沒有 情緒瞬間轉移 來弟弟 你看他鏡頭 你是不是就是想玩 嗯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為什麼不好好睡覺 嗯 你這樣不行啦 你等一下好好睡覺好不好 來我們再試驗一次 本來以為啊 這只是個巧合 結果我們試驗的十次 十次都是這樣 來看一下 又開始全身不對勁 好 不過弟弟這次比較不配合演出 既然沒哭了 比較慢一點而已 摁 摁 好沒有 啊嗎 啊嗎啊嗎啊嗎 M哦 ho 我想要笑了 真的 前面是媽咪耶 媽咪跟弟弟打個招呼 睫層 看媽媽 你在看哪裏 怎麼了她覺得有精神 有沒有看到這個情緒的轉變 可不會三百六十度 弟弟妳頭腦裡面設定了一個三百六十度沒有 her 還笑 你看 差距非常多 这个就是我每天的工作 而且我发觉 他会认人 只有我在抱他的时候 他才会有这种需求 这客户 还会挑人来欺负 这是受不了 我是奥客 这就是本片的第二天日记 就这样子